大头鬼 方淑安 由于心中烦闷 到天香楼吃饭 韭菜都做好了 他刚要伸筷子 来了一位吃现成的 端起酒来就喝 夹起菜的就吃 边吃边夸好 嘿把方淑安气了 心说我就够懒的了 这位比我还懒 你打听价钱了吗 跑这就吃了 实在是可恶之急 方淑安回头一看 在他身后 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 这老头长这个好看劲就崩堤了 难道说老头还好看吗 对 好看不在年轻和上年纪 就见这位老者 身高九尺挂领 宽肩膀 骨胸铺 往脸上一瞅 面四晚霞 就好像太阳 眼看要落的时候 眼看要落的时候 发出那种光 那白的 白湖 看这样 看这样 好像个教书先生 哎呀 大头鬼心说 人生在世 什么样的都有啊 拿这老头来说 拿这老头来说 也很得位 既然老人家挺欣赏 你看我这桌也闲着呢 不如您就请坐 咱二人对眼如何呀 今天我请客 是吗 那老小我可就厚着脸皮打应了 您太客气了 快请坐 我家 加个吃点 再拿装筷子 这老头没客气坐到他对面 但这老头啊 别看长得挺好 不谈正经话 光吃光喝 时间不大 把这桌上这东西啊 就吃有一半 方说安心中安想 这位啊 白长得这么漂亮的 属驴粪球的外边光 你看咱俩都不认得 我主动请你吃饭 你倒问问我试试谁 光不吃了 恐怕吃不着 这老头真有意思 外部人都说老小孩 小小孩 人的年纪要太大了 就变成小孩了 一点都不假 方说安一看人家不问 自己不能不说话 把酒杯一放 老爷子 高瘦了 小呢 九十九岁 喂 还小啊 九十九了 方说安一想 何止九十九啊 上年纪人都犯这毛病 明到一百岁 他不说一百 非得少说一岁 这样呢 听说是主个吉利 另外 说到一百岁了 骂人 什么千年的王八 万年龟 百年兔子 没人追 民间呢 有这么一种粗话 所以有些老人 百说百岁了 方说安点点头 哪里的人士啊 哦 海南的人士 或 不像 听您的口音 不像海南那边人 您说这话 我听的都挺清楚 是吗 我在江湖上漂流多年 口音也砸了 我要不说我是南海人 别人真不知道我是哪人 家海什么人啊 哎哟 孙男帝女一大王 武士同堂啊 可不不 像您这年纪真的无位子了 在哪一行发财啊 哎 一言难尽啊 当年 当我老师 在山村 教几个学生 后来把饭碗打了 走向川镇 又卖了几年药 因为医道不经 卖了些假药 受到人的指责 终于这碗饭我也不吃了 后来呢 要跟人家打把是卖衣 跑龙套 过了几年也没意思 就这样把我儿女拉不大了 我也就洗手不干了 如今呢 就仰仗着儿孙 大伙养活我 哦 那好啊 养儿养女 防备老 看来啊 您这是有德修来的 哎 老人家 己儿己女啊 哎呀 要不说我这人呢 能能没有 儿女可不少 六个女孩 六个男孩子 真不少 他们都干什么呢 都在哪行发财 哎 他们跟我不一样 有念书的 有练武的 练武的在哪 有在冰山北极岛的 有在四川峨眉山的 还有几个在少林寺里 哎呀 都是大地方 敢问老人家 冰山北极岛 有你什么人 我大儿子 二儿子都在哪 他们是谁啊 哎 我说出来 你也不知道 那都无名的小辈 我大儿子 是冰山北极岛 北极冠的冠主 人送绰号 长法道人 雪珠莲 我二儿子 眼睛有点毛病 练功练的 另外啊 好开玩笑 大伙给他送个绰号 叫挥蝎老人 走画昌 啊 方叔安一听啊 把大脑袋一扑了 心说他们这老头 真不是东西 说着说着下了道了 长法道人 雪珠莲 是你大儿子 你简直是瞪眼胡说八道 走画昌是你二儿子 这也不对劲 雪珠莲姓雪 走画昌姓走 怎么一个跌的儿子 出了俩姓啊 方叔安一想 我还非得问问不可 看他能白过到什么程度 你还有四个儿子是谁 啊 这四个儿子在四川峨眉山 还有一个 就是白云剑克夏侯仁 嗯 白云剑克夏侯仁 是你什么人 是我三儿子 啊 还好 我那四儿子 五儿子 六儿子呢 都在少林寺 老四啊 看破红尘飞出家 叫扭转千坤木揽师方 欧阳中会 老五呢 通金刚铁罗汉磨成大理佛欧阳普中 老六完蛋 穿衣服不整 疯疯癫癫癫 大伙给送个绰号 叫疯僧醉 菩提灵空 就这么六个儿子 都没多少出息 啊 方叔安一想 幸亏呀 这周围没有他们的人呢 要叫这老六位听见 就把这老头给撕碎了 别看你岁数不小了 这几位的年纪只比你大不比你小 你这不骂人都骂苦了吗 可能这老头看出来 我这位你有毛病啊 没有啊 那怎么我说一个人的名 你一补了脑袋 什么意思 没别的意思 不对 你没跟我说心里话 是不你觉着 我有点发疯啊 我说的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或者说我在这吹牛 有那么一边 我您这六个儿子怎么都不姓 一个笑就拿这篇来说 您怎么解释 哈哈哈哈哈哈 这位啊你说的太对了 不过有一点我就说清楚 不是我亲儿 是我的干儿子 他能姓一个姓吗 啊啊 干儿子 要这么解释 还有情可缘 我还得问问您呢 您不是说还有六个姑娘呢 您这六个姑娘是谁 哎呀 这六个姑娘啊 比这六个儿子还真强 头一个呢 也在四川峨眉山 他那眼眉就长着一道 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 叫一字峨眉 马凤姑 二女儿叫韩江姑燕 柏陵女剑客 上云凤 另外啊 还有个飞天魔女龙云凤 还有个九天玄虎下巴姑 乌山十三峰的乌山老母 金斗公的金斗老母 这都是我干女儿 就这六个 也没多少出息 哎 方说安一听啊 心说得亏我干老 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 不然气得我鼻子不定得歪到哪边去 哎呀这老宝贝真有意思 哈哈哈哈 今天我算开了眼了 我算长了经验了 没想到遇上您这老头 您这干儿子干姑娘 都是了不起的人 你高抬了 他没能力 你别看江湖上管他们什么叫剑客啊 门长啊派主啊 说的神乎其神 哪来着能的 真跟高人伸上手 就趴下了 我呀平时没短的教训他们 可他们就是不听 哎 叫我怎么办呢 儿大不由业 如今都这种年纪了 我更管不了了 也只好听之认之而已 是是是 那么请问老人家 您这个干儿子干姑娘 您说的都挺清楚 那么您老贵姓 尊姓大名 哎呀 我是无名少姓之位呀 就说出来 也没什么用 您最好还是说一说 也不妨咱俩 也不妨咱俩认识一回 哈哈哈哈 算了 迟早有一天 你会知道我是谁的 在这里就不必再说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不是姓房 叫房树安 人送绰号叫细伯大头鬼 哎 对呀 这说您认得我 嗯 不但认识 而且认识 而且认识 还特别特别认识 此话怎讲呢 发说啊 我问你点事 有一次 你跟着徐良 众人去破酒兽朝天亭 走到墙外 人家都能蹦得进去 就你蹦不进去 有那事没有 有啊 你觉着没有 有个人掐着你脖子 从墙外把你扔进去 有这么麻烦 哎 对 房树安一缩脖子 真有这么麻烦 由于事情忙 把这查给忘了 问老人家 您知道那是谁 就是我 那会儿我就认识你 我瞅你太笨 替你着急 所以掐脖子把你扔进去了 是啊 哎哟 我还不知道是谁 原来是您 我是非常感谢 行行算了算了 不然的话 今儿个我能吃你这顿饭吗 无辜瘦禄寝室不安啊 我对你有点不错 所以今天吃你的东西是心安理得 是是是 您说的太对了 要这样 我再要拔个菜 金扎棍啊 上菜 那好的拿手的往上断 方树安一想 我们正在用人之计 这老头我可不能让他走了 看来他不乐意报名 这没关系 我只要能把他笼落住 这事就好办 把个菜摆上来 酒又增加了二斤 老头边吃在这边弹 方树安就套他的话 老爷子 您在东京住了不少日子了吧 哎呀 能有几十天了 东京发生的事您都清楚清楚 凡事我知道的 一点都没漏掉啊 不是最大的事就是巴巴勒吗 对啊 我说您也到那看着呢 看了从头看到尾 您觉得怎么样 嘿 年年有饭桶 没有金年多呀 耍狗坨色呗 一大帮饭桶 得抬成穷折腾呗 你把那没能耐的 把小命搭上来 有能耐的 所谓的就露点脸 真叫人可发一笑 我您说的 这是真的是假的 我就是这么看的 那么请问老爷子 那飞云道长郭昌达 大战同金刚 铁罗汉磨成大理佛 凹阳普中 那你长对你长 那也是饭桶吗 方说 那真就是饭桶 使那么大的力气 怎么能把人打不死呢 你说郭昌达不是饭桶吗 再这一说他们没有特殊的能力 也无非是饭饭而已 因此我是耐着性子看的 我说他们这是饭桶 这是高抬呀 那么请问老人家 他们都是饭桶 那您了呢 哈哈哈哈 方说 你不用跟我动心眼 水贼过河 甭使狗袍 到时候 我就练出一招来 叫你看你看 我说的话是真是假 那同金刚铁罗汉磨成大理佛欧阳普中 那是我干儿子 他能有什么能的 至于那郭昌达陆入之威 那更不在话下 那请问老人家 您以为什么人 能跟您接接手呢 也就是说跟您这能耐防上防下呢 嗯 不能说没有 但是 不多 跟我接接手的人嘛 只有三个吧 谁呀 九九八十一门 总门长普渡 能在我面前过去个三个四个回合吧 横推八百五对手 轩辕冲出五圣人 鱼和鱼九连 能在我面前过去十个回合吧 金灯剑客下随梁 嗯 也能在我面前打个花的面 除了他们三位之外 别的 那不能到我的眼前 离个多远 我这一仰手 他趴下来 你信不信 啊 离您多远 你一仰手 他就趴下 是啊 你夫妻不 我有点不相信 那好 咱们开个玩笑 你上眼 方淑安 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 他指的是柜台 红油漆 大蓝柜 上的贴着福字 后边是货架子 全是好词坛 词坛上有红纸条 写着美酒的名称 里边有人 给端菜 给打酒 外边有火器 像穿梭一样 来回给传递 其中有一个火器 手托着方盘 把一把西湖 刚搁的上头 就在这时候 就见这个老者 把手一扬 对着那把西湖 方刷你上眼 啪 就见那西湖啪 就飞了 湖盖飞出有多远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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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着楼板上 酒圈撒了 把那火器好像没吓死 我这怎么回事 这壶蹦起来了 人们全都吃惊 谁也没注意这老头 再看老者 黏然一笑 看见没 这招高不高 我老爷子 你扔的什么玩意儿 打的什么暗器 没有 你看 两手空空啊 将来你要能把这能耐学到手里 那就妥了 我问你 这湖离着这么远 我都能打掉 这离着再近点 我揍谁的脑袋好是不是 你比如拿咱俩来说 坐在对面 我给你一下行 爹 我受不了 哎呀我老爷子 这 这招真高 这叫什么 回去你找人问一问 这叫百步神拳 无影掌 连眼都没有 隔山打老牛的功夫 你问一问 八大名僧四大名剑 八十一门的人 八十一门的人有几个会的 你就知道我是何许人也 哎呀老爷子 这么办行不行 您呢 牺牺牺牲一点时间 跟我到英兵馆 走一趟 到那儿呢 我把凉水做成热水 一尽孝心 您那再跟我们那些英雄见见面 老爷子 无论如何 您得上脸 哎呀 现在我就会账 咱就一块走 火家来来来 有一些伙计过去 把那壶捡起来 就问这伙计 怎么了 不知道 我这刚去端 帮家糊掉地 把我吓一跳 哎 你还是没端稳 能呗 所以谁也没注意 手势干净了 这伙计们正在这忙活着 方叔安叫他们算账 有人赶紧过来算账 哎 一位不两人 哎 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方叔安抬头一看 那边老者是踪迹不见 实际上就这么快 方叔安一想完喽 活不了喽 我他妈眼前活见鬼 大白天的驱死鬼在我面前直晃 人哪有这么快 说着话 方叔安用手扒着窗框 往道上一瞅 那老头到了街上了 老方这回可不顾一切了 告诉掌柜的 妈妈回家 先给我记账 月底一块算 我有事 方叔安也急了 双手就把窗户俩腿一飘之声 从天香楼上跳到街上了 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呀 老百姓怎么从楼上上跳人呢 方叔安就在后的脸 老爷子留母 老爷子等一等 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 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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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